Hello, 歡迎大家又回到我頻道的遠無球教室 在之前那麼多條影片之中 我都教過大家一些不同的往前技術 有主動又有被動 今集我就會教大家做一個正手的主動勾對博 之後我就會分兩個情況去教大家 一個情況我就希望大家可以了解到 我們正手往前出手的一致性和隱蔽性 為什麼不讓對手知道的情況下 打出一個正手往前的勾對博 而另一個情況就是當你搶到很主動的位置的時候 你為什麼會加快速度做一個快速的勾對博 第一個重點就是我們擊球的時候 身體的位置在哪裡 有看過我影片的朋友都知道 我在教每一個技術的時候 都很講求我們的步法 究竟我們打球的時候到底是否到位 所以我們打對博的時候 我們身體的位置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我們現在是往前打一個對博的球 所以我們需要的角度是比你打直線是多一點的 我的朋友在打球的時候 經常都想出一個對博或者斜線的球 但是發覺自己怎樣打都好像打得不夠邊 打得不夠開 其實很大機會是因為你們的身體不到位 那怎麼為之到位呢 我們如果打一個對博的時候 我們要爭取我們球排和球之間多一點的角度 去做一個引板的動作 以我的右手為例 如果一個球在我的身體的前面 我就可以利用我右邊這個空間做一個引板 然後就騰出一些角度 把球從右到左打出去 所以同一個道理 我們在動的時候 我們要跑到球的後方 那我們就可以由一個角度去做一個對博 如果不是呢 我們出去的時候 如果身體是不到位 球在你靠右的位置 但是你又不懂得用手指去勾進來的話 那就很難做一個對博的球 所以大家要打正手網前勾對博的時候 記住要注意你自己身體的位置 如果你的位置是真的不容許 或者是不夠角度去打一個對博球的時候 那就千萬不要硬去打一個對博線 如果不是就會弄巧反絕 第二個重點就是我們打正手勾對博的時候的擊球是怎樣 在之前很多的網前技術 例如科網和超球 我都會教大家我們爭取的球是怎樣打球的底部 因為我們之前教的是比較多直線的球 直線的球我們需要拉板的角度沒有那麼多 所以我們是可以把球排放近一點的球 然後把球送去直線的 但這次是因為我們打一個對博的球 我們對博的時候 我們其實是要爭取 譬如我是右手握板 我們是要爭取一個右邊這個引板的位置角度 然後把球從右至左打過去 才打到一個對手邊線的對博 如果我們把球排放得太近的球 我們是沒有辦法很舒服地發力打一個對博 也會令到我們的球的弧度很高 還有速度很慢 對手就很容易上來 會撲我們或者壓迫我們 所以我們打一個正手勾對博的時候 我們要注意我們擊球點 就不是好像之前一樣 放近那個球形著球頭 而是放在旁邊 感覺好像把球從右向左打過去 就是打球的旁邊 所以剛才結合我們重點一 就是我們要把我們的身體放在球上面 我們的錄得就是想騰出一些角度 把球從右向左打過去 所以我們的擊球點 我們應該把我們的板拉到球的旁邊 然後從旁邊打過去 我們的球的質量就會高一點 亦都可以過往的時候速度快一點 亦都不會令到弧度那麼高 第三個重點就是正手勾對博的法力方法 首先做一個正手勾對博的時候 我們出板的手肘千萬不要放得太低 因為現在是一個主動的勾對博 我們要搶一個比較高一點的點 所以手勾大概是肩膀的高度 然後我們手腕都會微微咬後 千萬不要動著好像納著手腕 都是攤開板面 記得我們的手肘保持肩膀的高度 同一時間我們把板拉開去球的右側位置 在這邊因為我們剛才說我們爭取這個角度去打球 所以我們放好手肘之後 我們怎樣可以把板收到左邊的位置 就是把我們的手肘拉下來 尋爭然後用食指去帶動我們的球棒 把這支球棒從右至左送過去 記住大家千萬不要忽略這個沉爭的動作 因為如果我們這個手肘不沉下去的話 那就很難把我們的球棒拉回來 然後再送去左邊 通常看到一個比較多人做錯的 就是我們把板出去之後 就鎖住了我們的手 然後就用手腕 這樣就像車的水泊一樣打 這樣就沒有辦法直得住這個球 也都很難把球棒控制到你想打的位置 另一個比較多人做的錯誤 就是我們出了手之後 打開了板面 然後沒有沉爭這樣做這個動作 沒有做一個勾的動作的時候 就直接把整個手臂這樣從右至左拖過去 這個也是一個好錯的動作 因為我們的板面一直向上 然後你拖 你的樣子都是沒有辦法直得住這個球 你只是在擦它的球 你的球是沒有辦法 可以有一個快點的速度這樣打過去左邊 所以千萬不要整隻手一起 從右到左拖 因為我們顧名思義是歐對角 所以我們出血的時候 記得是食指從右去到左 勾一勾這個動作 所以叫勾對角 最後一個重點就是 你做一個主動的正手勾對角的時候 究竟你是有什麼目的 之後我就會分兩個情況去講解 兩種不同的勾對角 第一個情況就是 你的對手位置很好 準備你回球的時候 你應該怎樣去做一個勾對角 第一個就是你對手已經失了位置 這個時候你想做一個快搶的動作 究竟又是怎樣做的呢 第一個情況就是 你的對手已經隨時準備好你出球 但你的位置其實也是很主動的 這個時候我們就會比較講求 我們正手往前出版的一致性 那什麼叫做出版的一致性呢 有些朋友仔如果做一個正手的網前 想放網 那因為他一早已經想到我要打這個放網 所以就變成出手就告訴別人 我現在就是放網了 那如果你做出手 在這樣的動作的時候 你就很難做一個推波 或者是跳波 因為這個手太高 會限制你打球的種類 那些朋友仔如果我在網前想推高的時候 我就會拿到一個板頭很高 就是告訴別人我是要推了 那這兩種情況呢 如果對手可能適應了這些波路之後 就可以通過你的出手 就會判斷到究竟你想打什麼 所以如果我們要講求正手 往前的出手一致性的時候 我們要找一個自己 覺得比較舒服一點的出手 而這個出手是不會阻礙到 你打直線往前 推直線 推對角 或者勾對角 這幾個球 這個習慣其實每個人都會有一點點不同 但你要自己找一個出手 是你每一次打往前的時候 你就是這樣出手 但你還可以打到四個點的出手 這就是我所講的一致性和隱蔽性 通常如果你想四個點的球 都可以打到的時候 我們可能出版的時候 那個板頭會偏高一點點 千萬不要把板頭摧得太低 過門也會咬得太開 不然這樣就很難做一個推波 我們的手腕就要放鬆 不要咬那麼開 也不要把新枝板出來直發 這樣就微微地打開 如果那些板是有少少斜斜的 那當你想做一個正手放網的時候 你可以拉回後 然後再停 打一個直線波 你想打一個推波的時候 也可以拉後再推 做一個人板動作 而也不會阻礙到你勾對角的時候 這個一攤開 然後就回來做一個勾對角 很多朋友都忽略了這個 我們出去的時候的出手動作 有些朋友可能跑到網前 才突然之一身之板出去 那你就很難可以吃得準的波頭 我們千萬不要忽略這個動作 亦都找一個你自己覺得很舒服 打到四個點的出手習慣 那這個動作呢 每個人跟我們都要經過長時間的練習 找到自己最舒適的出手 那就可以做到 我們練到出手的一致性和隱蔽性 那另一個情況呢 就是當你壓迫到對手失了位置的時候 那可能對手出了一個質量不太好的網前 那有機會是偏遠或者偏高的位置 那這個時候呢 我們的步伐首先是很重要的 因為我們要加速 我們要推我們的人上網前 儘快拿到一個比較高的擊球點 那這個時候呢 其實如果你是想做一個加速搶高的動作 你就不需要再講求什麼一致性 因為如果你做到一個一致性的出手的時候呢 代表你擊球的時間會偏慢一些 那其實如果你一慢的話呢 有機會又會放山了對手 那床山又要再拉開過 那這個時候我們想加速的時候呢 我們就要把我們的身體 盡量向前和向上伸展 去到拿一個比較高的擊球點 那這個時候我們可以把我們的板 向上樹起多一點 那就不需要再攤開手腕那樣 直接就把我們的板 一出手的時候就放在一個球旁邊 那你一人一到呢 就直接可以把那個球從右向左這樣打過去 那所以我們兩個出手的分別呢 就是一個呢 那個板面可能會比較平一點 那個手會會攤開一點 然後就方便你做不同技術的一個出板 然後就去球 另一個呢 就是我們不需要講求一致性 只是講求速度和快捷 那我們一出去就樹起之板 直接就在那個球旁邊直接就打過去 那相對兩種球的質量呢 第一種如果比較控制一點呢 那可能就會比較容易一點 控制那個球的鐵網 以及那個落點會比較近這個網 另一個如果我們要講求速度的話呢 那我們就希望盡快把那個球打去對角的位置 那也都不需要要求那個球同一時間 都是太鐵網的 因為我們要快勿 就是不想讓對手接到那個球 那以上呢 就是這兩種不同提供的主動奧對角 好了 今集就講到這裡 大家記住回去做多些練習吧 喜歡我的影片的朋友 記得Like Share給朋友 以及在下面留言 有什麼問題都可以問我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吧 拜拜 有什麼問題 我們下條影片 好不好 我們下條影片